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间一长 刘家皮草卖得好的消息就传了出去 连一些大户人家的公子小姐也慕名而来 有时候皮草供不应求 价钱自然物以稀为贵 眼看刘家在村里发达了 很多人心里都羡慕极度 尤其村里的赵老四 在背地里不知道使了多少坏 可是自家的皮草始终卖不出去 等到刘能成年后 村里的媒婆子帮刘家说了一门亲事 对方是邻村送裁缝的女儿宋英子 这个宋英子不仅人长得漂亮 而且心灵手巧 嫁到刘家以后 很快就学会了加工皮草的手艺 刘能和宋英子一个主外 一个主内 刘家的皮草生意越做越兴隆 这一天赵老四把儿子赵玉杰叫到跟前说道 儿呀 这刘能比你可出息多了 赵玉杰听了有些不服气 反驳道 他那算什么本事 我能做得比他还好 赵老四知道儿子说大话 于是激将道 你要能偷学来刘能的加工手艺 我请媒婆子给你找个比英子还漂亮的媳妇 好 你等着瞧吧 赵玉杰心里对宋英子惦记很久了 可是当初被刘家抢了先 这口气他早就咽不下了 这一天 刘能夫妇正在家中加工提草 赵玉杰气喘吁吁地跑来说道 刘能兄弟 好消息 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刘能一愣 对方有什么好消息呢 其实他知道赵家一直惦记着他的加工技艺 本来他想把这门加工技艺奉献给乡亲们 可是又担心一些投机取巧的人利用这门技艺攫取利益 到时候不仅坏了这一行的规矩 反而害了整个村子 玉杰 有什么好事 你就说吧 刘能说道 外地来了一帮商人 他要高价收购我们村的皮草 有多少收多少 村长正在和他们谈着呢 赵玉杰说道 是吗 带我去看看 刘能一听 也很是高兴 如果真的有商人愿意收购他们村的全部皮草 那就真的帮助他们解决了难题 你们村的皮草我都要了 不过 我有一个条件 若是不能答应 我们也就没必要再谈下去了 刘能刚走到村长家门口 就听见里面传来陌生男子的声音 孙老板 您说什么条件吧 村长知道这带生意没有想的容易 毕竟哪有生意人吃亏的道理 我只能先付三成定金 等所有皮草安全运到地方 我再付剩下七成 那位叫孙老板的说道 这 村长有些犹豫 他们往常买卖皮草 都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如果让对方把货拉走了 后面找不到人 到时候损失就大了 老庚书 生意人最讲诚信的 他们给的这个价钱 我们上哪找去 您就答应了吧 乡亲们都等着这笔钱买粮呢 赵玉杰走过来说道 玉杰 别乱说话 孙老板给这么高的价钱 全是看在刘能的面子上 村长呵斥了一声 他见刘能走过来 更是觉得这样做对不起刘家 老庚书 有什么话您尽管说吧 刘能看出来村长的面色有些为难 于是说道 刚刚孙老板给出的价钱 却是很有诚意 不过他要先付三成定金 余下的要等那些皮草 到货以后才付给我们 你的那些皮草价钱接近五成 万一出点问题 你的损失就大了 村长把自己的担忧说了出来 刘能眉头深锁 他的目光向对面的孙老板看过去 只见对方很是无奈地摆摆手道 还请你们谅解 东家建不到货 是不会拿出这么多银子的 刘能也知道这一行的规矩 这些贩卖皮草生意的 担心给了钱 或又被劫 到时候赔了富人又折兵 所以一般都是先付定金 等货物安全到达地方 才会劫轻货款 孙老板 我们很想和贵方签了这笔订单 只是乡亲们都缺钱用 还有其他法子吗 刘能问道 东家说了 如果你们不放心 可以派人与我们同行 到时候亲自将货款结算给你们 孙老板摇了摇头 这样做已经是他们最大的让步了 刘能兄弟 我看这样行 干脆你同他们一起去 等结了货款 你再带回来 我们都相信你 赵玉杰连忙说道 玉杰 你也跟着一起去 路上好有个照应 村长在一旁说道 刘能还想说什么 没想到村长和赵玉杰就将这件事给答应了下来 等拿到孙老板的三成定金后 他转向村长说道 老庚叔 这些钱 你先拿给乡亲们分了吧 孩子 你也拿一半吧 村长推辞道 老庚叔 刘能兄弟不差这点钱 他让你们先分了 你拿去分了就是 赵玉杰一把接过那些银子 将他塞到村长的手中 刘能回家收拾一些东西 临走前 对妻子叮嘱道 你一定要在家等我回来 不要将皮草加工技艺传给那些别有用心之人 这会害了大家的 相公 你放心 我在家等你回来 宋英子依依不舍地说道 自从两人成亲后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分离 山高路远 相见不知何时 半年后 赵玉杰突然回到村里 他带回来一个消息 让所有村民痛心不已 原来当初那姓孙的货商是一伙骗子 等那些皮草运到半路上 一帮山匪便将所有货都抢了过去 这个时候 孙老板说道 按照这行的规矩 我没到 剩下的钱 我不用付了 定金你退给我吧 刘能说道 这件事没调查清楚呢 没听说过这条路上 有什么土匪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去报官 万万不可呀 赵玉杰一听到要报官 顿时就急了 可看到刘能的目光 他解释道 这帮山匪不过是求财的 那些皮草给他们辨识 可是惹怒他们连累到村子 我们就是整个村子的罪人了 可是 刘能还想说什么 却听对面的孙老板说道 我可听说 这帮山匪牙字必报 千万不能招惹 刘能有些为难地说道 那三成定金已经分给乡亲们了 就这样回去 如何给他们一个交代 刘能兄弟 这三成定金 你先垫付给孙老板 带我们回去再说清楚 乡亲们会理解的 谁能想到遇见山匪呢 何况损失最大的还是你啊 赵玉杰说道 哎 也只能这样了 刘能叹了一口气 掏空了腰包 才凑上三成定金 还给孙老板 本来出了这种事情 刘能和赵玉杰 是打算回去的 可是在回去的路上 他们在一家客栈借宿 没想到 听到一个消息 原来孙老板 和那伙山匪是一伙的 刘能对赵玉杰说道 你先回去 把这件事告诉乡亲们 免得我们九出未归 让他们担心 那你呢 赵玉杰急忙问道 我觉得这件事有蹊跷 准备回去一瞧究竟 刘能说道 村民们听了这个消息 心里沉痛之余 不免有些担心 刘能的安危 这个时候 宋英子闻讯跑来问道 玉杰兄弟 我家相公怎么了 他怎么没和你一起回来 赵玉杰看着宋英子 于心不忍地说道 刘能兄弟 让我先回来给大家报信 可我担心 他一时冲动 所以就回去打探了消息 他怎么了 宋英子的神经瞬间绷紧 似乎害怕听到什么不好的消息 刘能得知孙老板和那帮山匪串通一气 便直接与他们理论 结果被那般天杀的山匪给杀害了 赵玉杰一脸伤心地说道 宋英子听到这句话 直接晕了过去 等醒来时便有些神志不清 看到床边的赵玉杰 误以为是刘能回来了 便喊道 相公 你终于回来了 我一直在等你呢 英子 你不用等他了 刘能已经死了 赵玉杰脸色阴沉地说道 不 他没死 他说过 让我等他回来的 宋英子突然从床上爬起来 然后坐在门口向西边望着 那是刘能最后离开家时 走的方向 英子 我比刘能差哪里了 现在他已经不在了 你跟着我过日子吧 赵玉杰说道 我要等他回来 他说过 让我等他的 他一定还活着 宋英子不管对方怎么说 始终坐在门口那里一动不动 哼 刘能已经死了 我看你熬到几时 迟早让你从了我 赵玉杰心里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了刘家 赵玉杰刚回到家里 赵老四便走过来问道 怎么样 他跟你说了吗 没有 那婆娘还真是由言不尽 不过我自有办法 赵玉杰郁闷不乐地说道 从那一天起 村子里就能看到 一件奇怪的事情 宋英子每天都会坐在门口守着 任谁去劝都无济于事 刘老汉不忍心儿媳这样伤心 便托媒婆子让他改嫁 可是最后 那些男人都被宋英子给赶跑了 再有人过来说亲 他就指着对方说道 没有相公的修书 我死也不嫁 发生这件事以后 刘家又慢慢变得艰苦起来 很多人都来劝送英子 因为刘能不在了 只有他会提草加工 第三年的时候 刘老汉病倒了 在床上躺了不到一个月就离开人世 得知刘老汉去世的消息 最高兴的要属赵玉节了 以前他有什么非分之想 还要顾忌刘老汉 如今他留家只剩下宋英子一个寡妇 只要他拿下宋英子 就不愁家里的那些皮草卖不出去 想到这里 赵家父子赶紧在村里各家低价收购皮草 然后储藏在家里 只待后面加工一下 高价售出 英子 过去三年了 你还忘不了他吗 赵玉节来到刘家 倒了一杯水递过去说道 他不会死的 他还活着 我要在这里守着他回来 宋英子像魔争了一般 始终坐在那里 你喝点水吧 就算在这守着 你的身体也不能掀垮了 赵玉节一脸关心地说道 宋英子抬头看了一眼对方 心里有些感激 其实他没有傻 只是不愿接受丈夫去世的事实 这三年来 赵玉节对他的关心体贴 他都感受到了 他还听说 赵玉节为了等他 拒绝了很多上门说亲的人 以前刘老汉在世的时候 让他改嫁 可是那些男人都没有耐心 不是嫌弃他是个寡妇 就是笑话他是个傻子 他没有对刘老汉 说过自己的心事 如果能嫁给赵玉节 他一定是愿意的 可是刘老汉和丈夫生前都说 赵家父子不是好人 因此他想考验一下对方 赵玉节何等精明 从刚刚宋英子那一眼柔情 就看到了自己继续坚持下去的希望 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 正是心灵上渴望慰藉的时候 他只要再多关心一些 就不怕对方铁石心肠 于是赵玉节每天都会去刘家一趟 除了给宋英子带一些吃喝的东西 还会旁敲侧击地问一些关于皮草加工的记忆 这一天 宋英子见赵玉节又来了 他盯着对方的眼睛问道 相公他真的死了吗 赵玉节举起首发誓道 是我亲眼所见 如果他还活着 三年过去 早就回家了 那你是真心喜欢我吗 宋英子继续问道 英子 我对你的心意 你难道感觉不到吗 我只恨自己比刘能小几岁 否则当年去你家提亲的一定是我 赵玉节愤愤不平地说道 那你娶了我 我会把皮草的加工记忆传给你 宋英子看着对方的眼睛说道 英子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喜欢你的人 不是冲着那些记忆 赵玉节强压着内心的欢喜道 谢谢你 是我多想了 宋英子感动地哭道 宋英子满怀期待地 等着对方来娶自己时 却接连几天都没有动静 于是他去赵家去寻对方时 只见赵玉节坐在门口伤心地哭着 玉节 你怎么了 你不是说娶我吗 宋英子问道 赵玉节看到一旁的宋英子 一把将对方抱在怀里 委屈地哭诉道 我是想娶你 可是父亲不同意 他说 我娶你可以 花钱得自己去赵 是我没用 没有刘能兄弟有本事 没有父亲 我就是一个废物 连娶你的钱都没有 我以为什么是呢 挣钱容易呢 我把皮草加工的记忆传给你 到时候你就能挣钱了 宋英子轻笑道 不 我说过娶你是因为喜欢你 不是为了那些记忆 赵玉节摇头拒绝道 玉节 我知道的 以前是我小心眼 现在我知道你是真心对我好的 宋英子靠在对方怀中说道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赵玉节每天都和宋英子待在一起 很快他就掌握了皮草加工的记忆 玉节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宋英子问道 英子 你再等等 我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 你也知道 为了我们的事 父亲把村里的皮草都收来了 等我们加工完 买了之后就风风光光地娶你 赵玉节哄着说道 嗯 我等你 宋英子一脸幸福 他觉得自己是这世上最幸福的女人 因为遇到了两个真心待他好的男人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赵家那些皮草都卖光了 可是赵家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反而大肆收购着村里的皮草 玉节 你来了 这天 宋英子听到门外有动静 赶紧跑出来一看 却见几个村民在门口骂着一些难听的话 到这一刻 宋英子才知道自己被欺骗了 原来 赵玉节接近他是为了皮草加工记忆 等学会之后就低价收购村民的皮草 再高价售出 如今村民们苦不堪言 家里皮草不卖给赵家 他们的皮草根本卖不出去 因为整个集市上的皮草生意都被对方垄断了 宋英子知道真相后 跑去赵家找到赵玉节说道 玉节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一直在骗我 骗 这怎么叫骗呢 我们这是各取所需而已 赵玉节冷笑一声说道 你 宋英子见对方翻脸比翻书还快 想一巴掌扇过去 却被对方一把掐住 然后用力一推 我告诉你 宋英子 你不过是个寡妇 还想做我赵家的媳妇 简直吃人说梦 赵玉节看着摔倒在地的宋英子 语气凶狠地说道 呜 宋英子委屈地哭了起来 待赵玉节离开以后 村长老庚叔走了过来 他扶起宋英子安慰道 孩子 吃一切长一智 你可要振作起来 现在能救乡亲们脱离苦海的 只有你了 老庚叔 是我对不起大家 宋英子十分内疚地说道 孩子 现在别说这些话 只要乡亲们都会加工皮草 赵家就不会一家独大 垄断所有皮草生意了 村长说道 老庚叔 我明白了 你去找几个人 让他们来找我 我把加工记忆传给大家 宋英子下定决心说道 宋英子要传村民记忆的消息 很快就传了出来 赵玉节听到消息后 马上慌了 于是找到宋英子说道 英子 你不能这样做 你这是害我呀 害你 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 现在连累所有乡亲们 都被你害了 宋英子怒声斥责道 英子 你听我我说 我做这些 都为了我们的将来呀 我挣多钱 才能风风光光娶你进门 赵玉节着急说道 赵玉节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还会被你的虚情假意 再骗一次吗 宋英子怒骂道 这个时候 村长喊来的人都到了 他们见宋英子被赵玉节欺负 于是上前赶走了对方 英子 你给我等着 如果你把记忆传给他们 我不会放过你的 赵玉节放了一句狠话便离开了 接下来 宋英子都在传授村民提草加工的记忆 只是到了第三天 宋英子正在讲解记忆时 却突然晕倒了 村民们见状赶紧将他扶到床上 并且去镇上请来了郎中 郎中把完卖以后 又仔细检查了一脸 突然眉头紧簇 村长在一旁忙问道 大夫 他怎么了 郎中看着醒过来的宋英子问道 你睡觉前是不是有喝温水的习惯 宋英子点了点头 当初他得知丈夫去世的消息 精神有些违靡 夜里经常失眠 于是赵玉节 每天都会给他倒一杯温水喝下去 今天晚上睡觉前 你喝凉水试试 郎中笑道 郎中说完 众人不解 睡觉前喝凉水 难道不是有伤身体吗 宋英子若有所思 等到了晚上睡觉前 他像往常一样 拿来一包安神的草药 正要用温水冲服时 突然想起白日郎中说的那番话 于是又拿来一杯凉水 将手中的安神药倒了进去 滋的一声 安神药倒进凉水以后 泛起白色的气泡 这一刻 宋英子终于醒悟过来 原来这安神药里有毒 看来 张玉杰早就想学会记忆后 再慢慢取他性命了 第二天 当村民们来到刘家学习记忆时 他们发现 宋英子躺在床上 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于是赶紧把村长喊了过来 英子 你怎么了 村长关切地问道 老庚叔 我快不行了 我每天喝的温水里有毒 是我对不起大家 害了你们 宋英子语气 艰难地说道 别说了 快休息一下 村长让宋英子赶紧休息 随即把学艺的几个人 召集到一起问道 你们学得怎样 可以加工吗 几个人都没有底气 因为还有很多重要的细节 他们没有学完 不过眼下这种情况 再让宋英子亲自传授 实在强人所难 是骡子是马 牵出来溜溜 马上有一个货商来咱们村里 到时候能不能卖出货 就看你们的表现了 村长语重心长地说道 老庚叔 您放心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 几个人知道自己身兼重任 神色坚定地说道 村长点了点头 看了一眼躺在床上的英子 然后就离开了刘家 虽然英子倒下了 可是他们不能放弃希望 无论如何 也要是一事的 这次来的货商是一个男子 村长第一眼瞧着有些熟悉 可是却也想不起来 究竟在哪见过对方 村里有两类皮草 这次货商决定 从两家中挑出一家长期合作 于是他让赵家和村里比试一回 谁加工的货符合他的要求 他就会选择哪一家 货商提出这个要求后 赵家父子很是得意 因为他们的皮草加工技艺已经非常熟练了 而村里那几个都是半吊子水平 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呢 尽力就好 村长走到月月玉室的几人面前说道 哼 你们输定了 赵玉杰看着村里那些人冷笑道 双方准备好以后 便各自开始了对皮草的加工 两个时辰后 赵玉杰率先完成加工 然后便冷眼旁观着对方几人 见几人手法生疏 显得非常慌乱 他得意地说道 就凭这种技术 也敢比试吗 又过了半个时辰 另一边的加工也完成了 当两边的货都送到货商面前 只见对方眉头一皱 绕着那些加工的皮草 开始躲起不来 村长这边的几人很是紧张 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加工皮草 对做出来的成品缺少自信 不错 这个皮草配皮过程非常讲究 加工出来的成品也堪称上品 货商将赵家的皮草 拿在手里检查一遍后说道 赵家父子一听这话 心里开始的一起来 他们已经瞧了对面几人 加工出来的成品 和他加工的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所以这一次他已经胜券在握 就在他等待宣布结果时 却听见货商说道 这皮草好是好 可惜了 真是可惜了 可惜了 张玉杰一听这话 感觉有些不对劲 于是问道 刘老板 这皮草怎么了 这皮草加工的确实比旁边要高一级 可是比当下的加工技艺 却又差了一层 如此比较一下 倒不如另外一边的皮草了 刘老板语气缓缓地说道 这是为何 赵玉杰心急地问道 因为我收了这些货需要在加工 相比之下 你这些皮草的收购成本会增加 所以我选择他们的 刘老板说完这些话 转向对面的村长说道 恭喜你们 村长等人听到这个结果很是诧异 他们以为自己输定了 却没想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于是几人一起欢呼起来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的加工技艺怎么会落后呢 赵玉杰不愿相信地说道 山外青山楼外楼 赵玉杰 你闭门造车 不思进取 有今天也是自作自受 刘老板突然呵斥了一声道 你 你是 赵玉杰听到这个声音 整个人突然一震 这么快就忘了我吗 刘老板突然掀开脸上的面具 露出里面的真容 刘能大哥 真的是你 村里的年轻人惊呼道 孩子 三年了 终于等到你回家了 村长走了过来 眼里泛着泪花说道 老庚书 大壮 小丁 我回来了 刘能对着村里众人喊道 相公 这时 远处一道倩影站在家门口向这里看着 当这两个字喊出口以后 却是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娘子 这些年 你过得还好吗 刘能转过身 看着远处的妻子 她喊了一声 慢慢地向对方靠近过去 只手相看泪眼 竟无语宁夜 两人虽然三年未见 可是再见时 一平一笑 却依旧 却依旧如此熟悉 甚至举手投足个当年的记忆里 也是一样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她怎么还活着的 赵玉杰 怎么也不敢相信 这一幕真实地发生在自己的眼前 带走 这时 随刘能一起前来的那些下人 摇身一变 竟然都穿着县衙的差服 当中一人大喝一声 立即就窜出来几人 将赵家父子拿下了 原来当年伪装货商的那帮骗子和山匪 都是和赵家父子串通好的 只是让赵玉杰没想到的是 当年他以为那帮山匪杀了刘能 拿了钱财和货物就远走高飞了 却没想那帮人并没有杀害刘能 反而把对方当作军师留了下来 刘能留下来以后 不仅教会了这些土匪加工提草 还带着他们一起做生意发家致富 这些人有了自力更生的本事后 谁愿意做个骗子和土匪呢 于是便踏实地跟着刘能 将提草生意越做越大 不久前 刘能曾回来过一次 不过那时候 他刚好看见英子和赵玉杰在一起 所以他没有打扰他们 不过赵家父子的为人 刘能是非常清楚的 当他得知赵玉杰欺骗了英子以后 便找了一个机会回来揭开赵家父子的真实面目 赵家父子被带到县衙后 只是挨了一顿板子 不过回来以后却是傻眼了 因为他们囤积的那些皮草加工过时 成本太高 导致所有的货最后只能低价卖出 可谓搬起石头 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刘能最后还是买下了赵家的货 因为对方还拖欠着乡亲们的血汗钱 当这些钱都还给村里以后 赵家父子收拾东西灰溜溜地离开了村子 因为他们往日的所作所为 这个村子已经容不下他们了 乡亲们 从今日起 刘能就是我们的村长了 有他的带领 将来我们村子会越来越富裕 大家的生活也会越来越幸福 经过商议 我们村子正式改名为豹山村 村长老耕书对着村里乡亲们喊道 好 村长说完 下面那些村民回应非常热烈 看来大家对刘能做这个村长非常信任 乡亲们 抱山村的寓意是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就不怕任何困难 我们抱在一起 玉山开山 玉水搭桥 将来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刘能充满自信地对大家说道 老耕书和宋英子在一旁相视一笑 这一刻 他们等了三年 不过却一直坚信着会到来的 写在最后 一人不成种 独木不成林 众人一条心 黄土变成金 的意思是 一个人不能组成团队 一棵树不能形成森林 所有人都团结在一起 就算是黄土终究也会变成金子 在这个故事里 刘能因 聪慧能干 靠着自己钻研的提草加工技艺带领村民们致富 却不想被赵家父子陷害 迫不得已与家人分离多年 不过他用自己的品质和能力 赶化了那些土匪 最终带着大家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赵家父子 处心积虑地 想得到别人的皮草加工技艺 违达目的不择手段 用损害村民们的利益为自己攫取财富 最终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被村民们不耻和唾弃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有刘能这样大公无私的人 他们把集体和团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然而他们收获的是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相反 像赵家父子这样自私自利的小人 把大家的心伤透了 最终的结果也只会是众叛亲离 最后希望这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不要极度比你优秀的人 而是要学习他们 才能让自己变得同样优秀 明朝正德年间 魏辉府齐县在古时又称昭歌 林 魏 康 阴 康 秦等姓氏均起源于此 在齐县西边有一个云梦山 这里曾是战国时期鬼谷子的隐居地 据说在云梦山天书衙上 曾住着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叫阴志华 他不仅高寿多福 而且子孙满堂 各个都是英雄豪杰 在当地一代 提到殷家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说起关于殷家曾经发生过的一个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却很少有知道的 云梦山风鸾叠杖 山蓝雾矮 进入山间泉水潺潺 百花争艳 素有青眼表仙境之盛之称 在这山脚下有一户人家姓殷 家里网上几代人都住在这里 他们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便经营起药材生意 通过几代人的积累 殷家家底丰厚 已经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药商 如今在殷家当家的男子叫殷天明 认识他的人都喜欢叫他殷老汉 殷老汉 今年八十有六 按理说这样的年纪早就把家里的大权让给下一代 可是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 殷老汉这个年纪在家里不算太老 因为他的父亲殷志华已经一百零九岁了 是殷家年纪最大的 他的几个堂叔也都过了百岁 故此殷老汉这个年纪并不算大 只要头脑清晰身体健康 完全可以等到下一代培养起来 再把家中大权交出去 当地做寿有这样一种说法 男要做酒 女要满食 这也是一种讨吉利的说法 当地讲究男上女满 故此男人的寿宴都会提前一年准备 殷天明为了老父亲这次寿宴准备了很久 他不仅邀请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家 还大摆流水席 宴请所有过路之人 殷家老爷子知道后 觉得儿子这样大操大办实在铺张浪费 便讯赤道 胡闹 多大的家敌也不够你这样摆的 殷天明则笑着解释道 父亲 您这样高寿 子孙都要来祝寿 乡亲们听说后 也想讨个喜呢 活到老爷子这样高寿 只要一听说 乡亲们来看他 他都要从床上爬起来唠唠嗑 他这一生 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命还重要 做事情从来不给别人留任何画饼 每到老爷子过寿 都把那些子孙后代给愁坏了 因为祝寿要挑贺礼 所以想在众多寿礼中脱颖而出 就要别具心裁 才能博得老爷子开言一笑 寿臣那天 整个殷家都非常喜庆欢腾 女婿柳如风携举家老小 跋涉几百里前来祝寿 他们刚进内屋 看见坐在厅内上席的老爷子 便走过来跪在地上磕头祝寿道 女婿柳如风 携一家老小驻岳父大人 扶如东海兽笔南山 柳如风说完贺词 便对妻子使了一个眼色 紧接着 对方就拿出一个盒子 里面装得显然就是寿礼 媚婿 你今年又送的什么贺礼呢 一旁阴天通笑着问道 二哥 我和如风想了很久 今年送给父亲的是一只寿龟 殷平儿说道 什么寿龟 我看你拐弯抹角的 骂老爷子是千年王八呢 殷天通怒斥道 二哥 你怎么这样说呢 那你今年又送的是什么 殷平儿反问道 殷天通冷笑一声 打开装着鹤里的盒子 里面竟是一条白蛇 众人看到这一幕 更是惊呆了 刚刚女婿一家送乌龟 寓意是健康长寿 还能理解 可送白蛇又有什么说法呢 殷天通解释道 这可不是普通的白蛇 它是在长白山上 修炼百年的白骄 寓意深远 必能护佑父亲万寿无疆 老二和老三都送完了礼物 大家都好奇老大送了什么 于是向对方看了过去 殷天明打开自己的盒子 里面是一只刚出生的熊仔 大哥 你这送一只熊仔 有什么说法吗 殷天通大笑一声问道 熊的性格温厚 我希望这只熊 能陪在父亲身旁 殷天明说道 此话一出 众人哑口无言 虽然老爷子子孙满堂 半个寿宴热闹得像过年 但是在平时 子孙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原来殷天明前几天 给父亲张罗寿礼的事情 他正好有一件事 想问父亲的意见 走到门口时 听见老爷子一个人自言自语道 哎 别人助我长命百岁 现在过了百岁 反倒闲命长了 都说儿孙满堂 是福 可不过寿 家里冷清的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殷天明听着父亲这些话 鼻头一酸 因为他也是一个快百岁的老人了 下面的儿孙都长成了大小伙 可笑的是 有一次在街上碰见了 他都没认出来 殷家老太爷 看着一个个送过来的寿礼 叹了一口气道 我活了这一把年纪 已经知足了 你们何苦为了我 伤害这些无辜的生命 父亲 这是孩儿们的一番心意 众人一口同声地说道 殷老太爷指着那些寿礼说道 你看这只老龟 说不定他活了几百年 连我见了也得喊声太岁 再看这白蛇 肚中还怀了胎 也不知是谁的妻儿 还有这只小黑熊 还是个孩子呢 就被抓来给我作伴 众人被说得哑口无言 他们万万没想到 自己煞费苦心挑选的寿礼 竟然都不合老太爷的心意 既是大喜的日子 若他们因我这一把老骨头 断送性命 岂不是让我徒增罪孽吗 你们赶紧将他们放了吧 殷老太爷吩咐道 眼看几位长辈的寿礼 老太爷都不喜欢 这个时候 殷天明的儿子殷景华站了出来 只见他走到众人面前 伸出大手拍了拍 很快就有一个和尚 从屋外走了进来 阿弥陀佛 一岁一度是诞辰 百事千身求法源 愿佛菩萨加持 贫僧助阿公福寿年言 和尚走到殷老太爷面前 双手和时道 高僧快请坐 殷老太爷看到云梦寺的红质 来给自己祝寿 确实有些喜出望外 不过其他人看到这一幕 却十分不解 据说云梦寺的法师很少下山 那么殷景华又是如何请对方下山的 红质法师走到殷老太爷面前问道 殷阿公如今可有什么心愿 贫僧或许可以帮你 殷老太爷听了红质法师的话 突然老泪纵横地说道 人老了无非图个痴 可是我没有牙齿 很多东西吃不了 不知大师可有办法 红质法师在袖中一摸 拿出一颗乌漆马黑的药丹说道 殷阿公吞下它 不出半炷香的功夫 便可长出心芽 殷老太爷接过药丹 正要吞下去 旁边的女婿柳如风上前阻止道 岳父大人 这丹药来历不明 切不可误吞啊 姑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红质法师还会害爷爷吗 殷景华脸色阴沉地说道 柳如风反驳道 岳父年纪大了 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你何必如此惊慌 殷景华今天抢了风头 本就惹得其他人妒忌 此刻听了柳如风这番话 觉得事情却有蹊跷 只是当着红质法师的面 他们也不好说出过分的话来 我与红质大师是朋友 没有他 当年我早就死了 哪里还有你们这帮人 殷老太爷看着众人冷声斥责道 原来殷老太爷年轻时候上山采药 从一个山上滚下来昏迷了过去 正好被一个小和尚发现 对方喊来云梦寺的其他和尚将他救活了 从那件事以后 殷老太爷对云梦寺就非常感激 这些年更是多次不失修建云梦寺 说完 殷老太爷一口吞下药丹 只见他的身体冒出一缕白烟 众人看不清被白烟笼罩的殷老太爷 手心里都捏了一把汗 一炷香过后 白烟散尽 却见留老太爷满面红光 好像年轻了二十岁 想不到这要到如此神奇 殷天明看到自己的儿子在这次寿担上抢得头彩 心中也是不甚欢喜 殷阿公 你再看看是否长出新芽 洪志法师笑着问道 殷老太爷一摸腮帮 舌头舔了舔 顿时喜笑颜开 没错 确实长了新芽 这下好了 有口福了 殷景华健壮 赶紧拿来一个兽桃递过去 爷爷 您吃个兽桃 索孙儿祝您万寿无疆 正当殷老太爷拿着兽桃准备咬一口时 洪志法师却是对着众人喊道 快点燃香油灯 点香油灯 众人听到这句话 心中更加疑惑了 大白天的点香油灯做什么呢 洪志法师解释道 刚刚那颗仙丹叫凡老还铜丹 是采用七七四十九种动物芽骨熬制而成 服用以后除了会长出新芽 还有一个弊端 什么弊端 众人开始紧张起来 你们看见这盏香油灯了吗 一旦游进灯窟 因阿公辩命不久已 阿弥陀佛 洪志法师双手和时道 这 你 你不是害父亲吗 来人啊 将这个臭和尚给我抓起来 送官查办 殷天通气急败坏地喊道 公志法师看着众人的反应 似乎并不着急 而是回声问道 因阿公 您看如何 因老太爷对着众人板着脸说道 老朽活了一百零九 如今长出新芽 重新尝一尝一起吃过的酸甜苦辣 就是游进灯窟也无遗憾了 这是不怪大师 你们都退下吧 这时候 殷景华问道 大师 倘若我们往灯心里家香油 爷爷是不是就永远相安无事 洪志法师看着众人笑而不语 紧接着与殷老太爷聊了几句后 便离开了 殷家众人开始商量 要保证这箱油灯不灭 那么就必须有人陪在殷老太爷身边 守护着这招箱油灯不灭 可是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 究竟谁愿意陪在老太爷身边呢 殷天通认为 找个下人 服侍老太爷就可以 可是这个提议很快就被众人否决了 毕竟这香油灯是观音老太爷的生死存亡 倘若让外人知道了 岂不是被笑话 一番商量后 众人决定从老大殷天明开始 两兄弟轮流照顾父亲十天 这样一来 外人也说不出什么闲话来 至于殷廷儿要不要守护箱油灯 在那个时候 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 他们也有自己的公婆要伺候 除了逢年过节回娘家 自然不用每日守在娘家 因为头十天是老大殷天明守护箱油灯 因此寿宴结束后 柳如风和老二殷天通在门口相遇了 柳如风看到老二后 走过去低声道 二哥 我看这次岳父大人祝寿 最吃亏的可就是你了 哼 少说风凉话 有话快说 有屁快放 殷天通冷哼道 二哥 你说大哥是这柳家家主 他和父亲住在一起 因此我思来想去 这守护箱油灯 对他好像没什么影响 倒是二哥你 柳如风话说到这里 突然停住了 殷天通仔细一想 的确是这么一回事 不过他知道对面的柳如风 没安好心 故意说道 吃点亏又如何 孝敬父亲天经地义 二哥 这孝顺长辈自是天经地义 否则我们也不会跋山涉水 前来给岳父祝寿了 若是有人打着孝敬的名义 想害你性命 谋你家财 你当如何 柳如风继续问道 你到底想说什么 殷天通听出了对方话里有话 便开口问道 这些年给云梦死不失 可都是大哥在负责 他和洪志法师的关系可非同一般 还记得今天的洪志法师是谁请来的吗 柳如风问道 是景华者请来的 可让他出尽了风头 哼 殷天通有些妒忌地说道 既是如此 二哥觉得这背后是谁的主意呢 柳如风笑着问道 原来是大哥的主意 我早该想到了 平景华如何请得洞洪志大师 殷天通想通后 有些气愤道 我也替二哥名不值啊 今天我特意站出来帮二哥说话 想阻止老太爷吃那颗药丹 却不想被景华那小子给驳斥了几句 柳如风同仇敌忾地说道 多谢媚婿了 今日我严重了 殷天通回想一番 发生的事情的确如对方所说的一般无二 二哥 我不姓殷 算个外人 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柳如风低声说道 殷天通见对方神神秘秘 知道有些话不能让人听见 便请他去家中边喝边聊 等到下人把韭菜备好 殷天通笑道 媚婿 你有什么话 但说无妨 柳如风敬了对方一口酒 随即说道 二哥千万要小心 我听麻相说过 有些人的长寿 其实是借了子孙的寿 那盏香油灯 二哥不觉得奇怪吗 殷天通开始还没有往这方面想 可听媚婿这么一说 多少觉得这一切确实蹊跷 又联想起刚刚对方那番话 难道是大哥父子俩一起坑害他 想到这里 他心中顿时打了惊颤 随即说道 多谢媚婿提醒 差点就中他们计了 柳如风继续提醒道 我听说 只要守护香油灯的人往里添香油 寿命就会减少 越富越活越年轻 恐怕二哥你 殷天通顿时下出了一身冷汗 吃过饭后 更是一夜都没睡着 柳如风和殷平儿离开二哥家里后 殷平儿问道 相公 我们现在回家吗 柳如风冷笑一声 回家做什么 好戏还在后头呢 殷平儿有些担心地问道 二哥他会信吗 由不得他不信 我们找家远一点的客栈住下 十天后就有好戏看了 到时候这殷家的诺大家业 都是我们的 柳如风眼底闪过一丝阴狠 此刻 殷天通 已经在家里气地摔东西了 只见他抓起桌上的茶壶就砸在地上 口中赤骂道 往我把他当大哥 家主的位置拱手相让 这些年一直替他打理家族生意 没想到他却这般待我 殷天通的儿子殷世杰走过来小声道 爹既然他不忍就别怪我们不义 殷天通停下来看着自己的儿子问道 你有什么好办法 你有什么好办法 快说来看看 爹 你想想看 若你去天香游 寿命有损后 接下来会轮到谁 殷世杰小声问道 殷天通眉头一皱 随即明白过来 历声喝道 好一个殷天明 竟把主意打到子孙后带上了 真是好狠的心 殷世杰见自己天油加醋见笑了 紧跟着出主意道 爹 我倒是有个好主意 说不定这殷家的家主就是您了 十天很快就过去了 这一天轮到了殷天通来陪父亲 他见香油灯烧得很旺 犀利明白 这是大哥故意要害他 因为油灯一旦灭了 父亲性命堪忧 到时候殷天明 就好趁机怪罪他 可让他添香油 无疑是拿自己的寿命做赌注 其实这些天 他已经和儿子想了一个好主意 父亲不是长出了心芽吗 于是他吩咐厨房做了一些菜品 这些食物都是非常坚硬 且难消化的 到时候父亲出了问题 难辞其咎的就是阴天明了 殷老太爷连续吃了几天 开始因为长了心芽才觉得新鲜 可是几天后就发现胃里消化不掉 难受至极 每天都躺在在痛苦的声音着 老二 我最近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香油灯要灭了 殷老太爷语气痛苦地问道 殷条通看了一眼油灯 里面的灯油确实快没有了 他心里嘀咕道 再过几日就轮到大哥了 我不能让油灯在我这里熄了 想到这些 他一咬牙 走过去给香油灯添了些香油 或是很快就忘了起来 可是殷老太爷的痛苦 却没有减少分毫 好不容易熬过了十天 殷天通迫不及待地离开了 走到门口时还回头看了一眼 朝地上催了一口唾沫道 走着瞧 殷天明和儿子殷景华走进房间 然后从旁边的下人手里 接过食物递给殷老太爷 父亲该吃饭了 殷老太爷看了一眼硬邦邦的食物 叹了一口气说道 老大 我如今年事已高 实在是嚼不动这吃食 勉强吞下又不消化 可否给我熬一碗小米粥来 殷天明这才注意到那些食物 他瞪大了眼珠问道 谁让你们把食物给换了 爷爷他 嗨嗨 殷老太爷咳嗽了几声 似是有意打算孙子的话 快去熬小米粥来 殷天明注意到了刚刚那一幕 他起身走到香油灯前添了一些香油 目光却在留意着父亲和儿子 他总感觉两人之间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等到殷老太爷睡着 殷天明刚走出房间就被父亲叫住了 他赶紧恭敬地喊道 父亲 您叫我有事吗 快说吧 我想听你的解释 殷天明冷看着对方 父亲 其实爷爷根本没有长出心芽 所谓的香油灯 也是我们想出来的一个主意 殷天明低着头 非常老实地交代出一切 原来这一切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那天殷景华从外地经商回到家中 因为这次离家足有两月有余 所以回家第一件事就去拜见祖父 他走到祖父的房间 发现房间没有人 经过殷家祠堂时 听见祖父一个人 自言自语道 我活了一百零九岁 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 老大能干 老二精明 可惜老三走得早 老四是个女儿 十六岁远嫁他乡 我有很多孙子辈 他们都很孝顺 每次来了都要过来看我 那些曾孙辈的小家伙们 我不记得他们叫什么 路上遇见了 他们会跟我打招呼 有这么多晚辈 他们叫我父亲 叫我爷爷 曾祖父 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太孤独了 这家里经常只剩下我一个人 坐在房间里 躺在床上 我听不见孩子们的声音 他们都不在我的身边 我理解孩子们也不容易 他们有自己的家 为了生计奔波劳碌 他们还要陪自己喜欢的人 我这把老骨头谁还记得 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 坐下来又不饿了 想吃什么都有 可是很多东西已经吃不了 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 别人羡慕我长寿 可我未见得好 多希望回到小时候 有人逗你玩 还陪你说话 摔倒了 也会走过来扶着你 门外的殷景华听到这些话 整个人泪如雨下 祖父刚刚那番话 真的太心酸了 他们这些晚辈每天只顾忙碌 却忘了陪伴这位老人了 爷爷 孙儿来看您了 殷景华擦干了眼角的泪 然后大步走了进去 殷老太爷听到孙子的声音 喜出望外的回头一看 开心的像个孩子 他一把拉住对方说道 来 跟爷爷说说 出去一趟都干了啥 这一天 爷孙俩聊了很多 直到天黑要吃饭时才结束 殷家老太爷突然问道 这趟回家 什么时候走 殷景华正住了 犹豫了一下笑道 爷爷 我不走了 说完 两个人一起开心的笑了 你是说 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 殷天明看着儿子问道 没错 都是我的主意 爷爷担心你们知道 怕你们都走了 又只剩下他一个人 殷景华说道 那洪志法师 他怎么会和你们一起说谎 殷天明不解 洪志法师可是云梦寺一代高僧 又怎么会同意配合他们演这样一出戏呢 洪志法师也是一个孤独的老人 他理解爷爷的感受 父亲也八十多了 难道没有体会过孤独的滋味吗 殷景华看着自己的父亲问道 殷天明呆住了 父亲的孤独他当然感同身受 只是他从来没有想过如何摆脱这种孤独 就算想了 真的能摆脱吗 得知真相的殷天明 他并没有责怪儿子的欺瞒 而是回到房间里 对着父亲喊道 父亲 我回来了 我再给登天点香油 把火烧得旺点 我烤了 就怕天黑 一老太爷说道 好嘞父亲 儿子在您身边呢 殷天明不着痕迹地擦掉眼角的几滴泪 然后应了一声道 十天 我过去了 殷天通还如往常一样 来到父亲身边守着那盏油灯 他发现父亲的饭菜又换了回去 心里顿时有些不乐意 这天晚上 殷天通忘记了给登心天香油 整个房间都黑了 不过殷天通他并不知道 因为此时他躺在房间的椅子上睡着了 哎 这孩子 睡着怎么不盖被子 多大年纪了 还不知道照顾自己 万一冻着 怎么是好 殷老太爷看见这一幕 拿起自己床上的被子 给老二披上了 殷天通呼呼大睡 却突然做了一个梦 梦里有一只老乌龟 还有一条白蛇 一只黑熊 有些奇怪的是 那只老乌龟背上缺了一块 此时 对方瞪着眼睛看着他 大声斥责道 好一个不孝子 竟如此对带生你养你的父亲 带你去了阴间 就不怕下油锅吗 殷天通开始有些害怕 想到自己好心好意 给父亲祝寿 这些年不争不抢 大哥却如此坑害自己 于是挺起胸膛说道 你懂什么 我也是迫不得已 若非他们待我心狠 我岂非是那不忠不孝之辈 归爷爷 与他多说无意 让他看看做了坏事 以后下地狱的痛苦吧 一旁的白蛇说道 乌龟点了点头 随即龟壳一转 他们就来到了阴间地狱 一旁的黑熊指着前面舌头 被火前拔的小鬼说道 这是第一层拔蛇地狱 前世挑拨离间 诽谤害人者会关在此地受刑 这是第三层铁树地狱 里面受刑的都是挑唆父子 兄弟姐妹 夫妻不和之人 当阴天通一层一层 看过阴间地狱的现状后 已经是吓得几倍发凉 贪坐在地 眼神满是惊恐和畏惧 阴天通 怎么样 你做过哪些坏事 还记得吗 白蛇怒喝道 各位大仙 其实我也不想啊 可是那盏香油灯 是在借我子孙后代的阳寿 我身为人父 不能顾及两边周全 只能断舍一端 阴天通哭着说道 老乌龟听到这里 气呼呼地说道 你啊你啊 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谬论 实在荒唐至极 此时白蛇来到他面前问道 阴天通 你不觉得我很熟悉吗 阴天通仔细看着对方 突然想起来 指着对方说道 你 你是 我 没错 我便是你抓来的那条白蛇 你想用我去当药引黑父亲祝寿 本是一片孝心 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好在你父亲慈悲将我放生 我等为了报答他 因此用自身修为换来因阿公的长寿 这些都是他慈悲善良的回报 并不是什么香油灯介受 原来是这样 都怪我听了柳如风那丝的挑拨 真是可恶啊 我险些害了自己的父兄 呜呜呜 阴天通说完 后悔的大声哭起来 老二 二叔 快醒醒 快醒醒啊 阴天通突然醒了 发现房间里好多人在看着自己 他也一脸惊愕地看着众人 额头上都大的汗珠低落了下来 我 我刚刚做了一个噩梦 其实我 阴天通解是道 然后一下跪在父亲面前 后悔痛哭道 父亲 我错了 我真的知错了 二叔 我们都知道了 这一切都是辜负柳如风的主意 我们这就去报官 殷静华说道 就在众人商量着要报官时 府里的下人传来消息 不好了 不好了 姑爷和世杰少爷 他们 他们怎么了 众人紧张地问道 他们听说云梦上有颗灵芝 跑过去寻找时 不小心掉下了山崖 尸骨未存 下人惊慌失色地说道 想到老乌龟在梦中说的话 阴天通知道这都是报应来了 他摊坐在地放声大哭道 我的儿呀 你糊涂啊 是自己的跑不了 不是自己的 强求不来的 阿弥陀佛 这时 弘志法师走了过来 他双手合十 朝阴老太爷问道 阴阿公 可否随贫僧去那云梦寺修行 阴阿公看着面前的这些晚辈们 他有欣慰 也有失望 然后点了点头回道 老朽愿意随大师修行 父亲 爷爷 众人急忙喊道 他们此刻才明白 原来父亲什么都不缺 缺的只是陪伴而已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晴缘缺 你们今后好自为之吧 阴老太爷和弘志法师 一起向云梦山走去 半年后 一位殷家小辈问 自家长辈 爷爷 我们殷家以前那么富贵 如今为何落魄了 那位长辈叹了一口气 缓缓说道 自从那位长寿的老祖宗走了 殷家也就散了 到如今也就变成了这般模样 殷家小辈若有所思的说道 看来不论富贵还是贫穷 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本 更不能让家散了 明朝万历年间 越西县天堂镇有一个石桥村 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位叫十号的男子 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他的父亲英年早逝 打小便和母亲孙氏相依为命 好在母亲是个能干的女子 不仅能上山砍柴 还能织不缝补 娘儿俩的日子过得虽不富裕 可也风吹不着 日头晒不着 总的来说还过得去 有一件事十号后来才知道 原本他上头还有两个哥哥 只不过都在一两岁时变夭折了 至于怎么夭折的 母亲也从来没提起过 自打十号出生后 孙氏对这个排行第三的孩子便额外用心照料 自己省吃俭用 也不让孩子饿着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这个儿子身上了 十号长大以后 知道母亲的不容易 因此对老母亲也是格外孝顺 老母亲眼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大 自己也慢慢变老了 可是对方还没娶媳妇 心里便着急起来 俗话说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儿子一天不成家 孙氏的心便不会安宁 于是他觉得是时候 为儿子时候张罗婚事了 儿子成家以后 便了却他的一番心事 孙氏听说隔壁村有个义先生 自诩通晓天文地理 而且擅长周易之术 什么事情到他那里都可以得到解决 说起这个义先生 很多村民都知道 而且被传得神乎其神 据说对方只需通过面相和生辰八字 即可推测出你的虔诚和姻缘 十号听母亲这样一说 有些不信道 这个义先生 什么的都知道 那岂不是成神仙了 孙氏理所当然地说道 你说得没错 他就是神仙 所以为娘想让你去一趟 求义先生为你指点迷津 娘 我不去 那都是忽悠人的 天上哪里有神仙 十号说道 你不去 难道等为娘埋进黄土里 你才肯娶媳妇吗 孙氏伤心地痛哭道 十号见不得母亲伤心 只好说道 娘 您别哭了 我去还不行吗 去了那里 见到义先生 可得恭恭敬敬的 孙氏叮嘱道 娘 我知道了 十号应了一声 第二天 十号便前往邻村 找义先生为自己出谋划策 如何寻得自己的姻缘 等他到了义先生家中 还没敲门 里面就有人喊了一声 进来吧 十号推开门走进去 只见一个中年男子 一副先锋道骨的模样 坐在一处蒲团上 双目紧闭看到有人进来了 竟是眼睛都未曾睁一下 我叫十号 见过义先生 十号客气地说了一句 无需多礼 你把生辰八字写上吧 义先生吩咐了一句 等十号把生辰八字一抱上 只见义先生睁开眼睛 用手不停地扒了算计 嘴中念念有词 说着一些外人听不懂的话语 过了一会 义先生睁开双眼 只见他面露难色 使劲地摇摇头 对十号道 可惜了 可惜了 你的一片孝心恐怕要难以实现 为何 难道我这辈子娶不上媳妇吗 十号赶忙上前询问 这是命中注定的结束啊 你如今十八岁 再过一个月就是你的生辰 可你只剩下一个月的寿命 根本来不及成家孝顺你的老母亲呀 哎 年纪轻轻 可惜了呀 周公段一边说 一边无奈地摇头长叹 十号今天来这里 本来是去寻求姻缘的 等娶了媳妇 就可以好好孝顺自己的老母亲 可没想到易先生的一番话 真是把他吓得魂飞魄散 苦不堪言 从易先生那里回到家中 十号就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终日闷闷不乐 做启示来 也心不在焉 还总是有意躲着老母亲 可儿子都是母亲的心头肉 他身上的变化 哪能逃得过老母亲的法眼呢 自从儿子从隔壁村回来 孙氏就看出了自己儿子的神情不同寻常 他以为儿子可能有什么心思不便说出来 也许过两天就好了 只是现在过了几日 十号还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 他终于忍不住了 于是把儿子叫到身边问道 孩子发生什么事情了 可以给为娘说说吗 本来十号是不打算告诉母亲真相的 毕竟母亲年事已高 怕对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到时候吓到了就不好了 可是孙氏健儿子不说话 便继续说道 孩子 你若是不说 今天娘就绝食 十号有些无奈 母亲这么大年纪 要绝食了 还得了 于是在对方的逼问下 他放声大哭道 娘 我活不了多久了 一先生说我只有一个月的寿命 这句话如同一道惊雷 炸得孙氏的脑袋嗡嗡作响 他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 难道他这个白发人还要送黑发人吗 十号知道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接受不了 可是又不想欺骗母亲 他安慰道 娘 易先生说的这事肯定是假的 我身体好好的 怎么会死呢 孩子 你别安慰娘了 娘知道 易先生不会乱说的 孙氏伤心地说道 娘 孩儿不孝 您辛苦将我拉着大 我还没来得及孝顺您 结果就 十号说着也哭了起来 哎 我的苦命的儿呀 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你要是早早离开人世 谁来伺候我养活我呀 你让我这一把老骨头 可怎么活下去呀 孙氏越哭越伤心 哭得肝肠寸断 十号看到母亲如此伤心 压抑已久的忧郁 瞬间在心头爆发出来 紧接着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声音凄厉感伤 让邻居们听到了 纷纷跑来劝说 邻居们问清母子俩痛哭的理由后 村里有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他们支了一招 原来在隔壁小镇上有一位女子叫蓝彩和 她出身大户人家 据说此女子从小饱读经书 也是个神通广大之人 如果十号能求得她帮忙 说不定此事还有转机 只是对方是个大家闺秀 还很有特性 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轻易会见外人的 十号听了老人的话 当即叩首败谢 随即收拾了行李便出发前往 十号一路长途跋涉 终于在天黑前来到隔壁小镇上 她向路人打听了见人蓝彩和的住处 可是问了很多人 大家都是把头摇得像个波浪鼓 然后低着头匆匆离开了 她在小镇上找了一家客栈住下来 可几天下来几乎打听了半个小镇的人 也没有一个人对她说出实情的 此时她离家时代的一点点盘缠已经全部花光了 虽然一直省吃俭用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久都没有找到那位叫蓝彩和的女子 这一天 眼看着天色暗了下来 她又饿又渴 依旧没有打听到蓝彩和的住处 可是一先生说的生死期限就要到了 如果再想不到蓝彩和 她也许就要死了 其实十号并不畏惧死亡 她只是担心自己死了以后 家里的母亲没人养老送终 可怎么办呀 毕竟她是母亲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和依靠 十号真是越想越伤心 以至于她再也顾及不了一个大男人的脸面 坐在大街上嚎啕大哭起来 她这一哭 引来了无数村民来看热闹 这么一个大小伙子 已经在这个小镇上转悠好几天了 说是找什么叫蓝彩和的女子 如今看她哭得这么悲伤 一定是真遇到了什么难事 这时 有一个丫鬟打扮的女子 从围观的人群中挤进去 走到她身边 问清缘由之后 对她道 公子莫哭 请随我来 也许我能帮到你 十号听到有人对她说话 抬头看到一个小丫头 对方说能帮到她 于是停止了哭声 跟随着那小丫鬟走出人群 小丫鬟带着她左拐右拐来到一座房屋前停下 然后左右看了一眼后打开房门道 公子请进 有牢了 十号四处张望着 不知道自己现在身处哪里 小丫鬟带着十号走了进去 穿过一条幽深的长廊 两人来到一座花园的亭子前 十号抬头看去 只见前面站着一位白衣女子 小姐 人我给您带来了 小丫鬟禀报一声 随即退下 十号正疑惑时 只见那女子转过身来对她说道 听说公子找我多日 难道是遇到了什么难事 这么说 您就是那位仙女蓝彩 十号喜出望外地问道 仙女不敢当 公子若是遇到难事 我兴许可以帮上一把 蓝彩和轻笑着说道 十号一听 赶紧把自己的事情合盘托出 希望对方能够救她一命 她说道自己的老母亲时 更是声泪俱下 伤心至极 叫人看了颇为同情 蓝彩和听十号说完 着实被对方了一片孝心打动 于是说道 公子放心 这个忙我可以帮你 真的吗 谢谢仙女 十号赶紧道谢 蓝彩和淡淡一笑 随即双手合十 口中念念有词 紧接着有两个人突然凭空出现 把十号吓了一跳 见过上仙 两人见到蓝彩和 随即躬身一拜道 原来蓝彩和听说此事后 特意念了几句仙咒 请来了在地府掌管生死的两位神仙 一位是殷律斯崔爵 一位是伐厄斯中魁 这两位仙长士 十号朝二人一拜 随即看向蓝彩和问道 这位是是地府里面掌管生死部的崔爵判官 他可以根据一个人生前的行为 决定他们在阳间的寿命 蓝彩和介绍道 十号见过崔判官 十号听完赶紧一拜 他以前也听过殷律斯崔爵的事迹 据说他生前是先皇器重的大臣 因生性豪爽 喜欢结交朋友 后来和一位志趣相投的朋友结拜为兄弟 两人感情很好 不过后来崔玉因病去世 在去世之后被封为殷律斯 这位是伐厄斯中魁 专司打鬼驱邪 他手里拿的便是清风七星剑 可以除妖除魔 蓝彩和继续介绍道 见过中判官 十号又接着一拜 关于中魁的传说 十号可是听过不少 对方出自中南山 当年在科考的时候 因为相貌丑陋 没有中举 于是不堪受辱 一怒之下撞柱子自杀 皇帝看到他这样刚正不阿 感到很遗憾 于是就赐给他尽视绿袍 后来 皇帝突然患病 梦里经常被邪罪侵扰 最后 钟魁不计前嫌 帮助皇帝化解了 十号看到蓝彩和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心中自然高兴不已 可是有一件事在他心中很是困惑 他在这个小镇上问了很多人 为什么大家明明知道仙女蓝彩和 可他都不愿意告诉他呢 蓝彩和剑十号是一个忠厚孝顺的老实人 于是就和他道出了实情 原来蓝彩和自幼宝读经书 也精通一点周易之术 在前不久又得到一本天书 天书上有说过 他要想悟透那本书中的奥妙 就必须解救一个人 并为其增寿 否则天书也不会显灵 只不过有一点 这个男子必须是个善良孝顺之人 倘若是个不义之人 天书就会变成无字天书无 从此再无用处 还会给当地百姓带去灾火 故此蓝彩和让府里的下人在小镇上散布消息 并派人暗中观察那个找寻他的人 经过一番观察 才确定十号就是那个注定去帮助的人 所以才叫丫鬟把他带进府中 原来如此 蓝小姐也是顾全大局之人 小声在此感谢小姐救命之恩 十号说完 当即跪下朝对方一拜 快快请起 既然答应你了 你只管放心回去 保你无恙 蓝彩和笑着说道 孙氏在家中左顾右盼 终于等到了儿子归来 他老泪纵横地哭道 儿呀 娘担心再也见不到你了 娘 已经没事了 我见到了蓝小姐 她答应救我一命 十号说道 真的吗 那就好 那就好 孙氏听到这句话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过去这么久了 她都以为儿子没找到蓝小姐 已经离开人世了呢 现在看到儿子相安无事地站在自己的面前 她真是又开心又难过 开心的是 儿子终于回来了 并且再也不用担心 她很快会离开自己了 难过的是自己对儿子的惦念 儿子不在的每一天 她都提心吊胆地过着 生怕儿子再也回不来 孙氏担心这样的事情又发生 于是赶紧托邻家二嫂为儿子介绍了个姑娘 对方不仅长得漂亮 而是非常贤惠 十号成亲后 和妻子一起孝敬母亲 一家人其乐融融过着幸福的生活 不知道谁传出了这件事情 很快十号找蓝彩和续命的事情 不静而走 那义先生之所以有现在这样本事 是因为他不知道从哪里获得了两本天书 后来他潜心钻研天书 终日足不出户 最后终于学会了一些让人神乎其神的本事 义先生得知天书本来共有三本 他已经有了两本 而最重要的那一本却在仙女蓝彩和那里 故此心中便有了一些想法 在利益面前 也许任何一个人都会变得自私无情 那义先生本就是个大贪之人 他这些年被村民们当作大师 只要有村民有事求到他那里 他都会收一大笔钱财 老话说收人钱财 替人消灾 可义先生收了钱财 却只是用自己的本事去忽悠人 从来没有真心实意给村民们解决过事情 如今他知道天书在仙女蓝彩和哪里 他更是日思夜想 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才能把那本天书搞到手 甚至连做梦都是在算计着 他想着有一天得到天书 便呼风唤雨 整个天地都归他掌控 所有人见了他都必须毕恭毕敬 不管什么事情 他说一不二 没有人敢反驳 到时候他走到哪里都是前呼后拥 身边一定会美女如云 甚至和万人之上的皇帝比起来也不相差 七天七夜不思茶饭之后 义先生终于想出来一个主意 他特意托一个人带着聘礼前去兰家提亲 他要讨兰小姐做自己的儿媳 想来想去 他觉得这个人请十号最为合适 因为对方现在已经是小镇的名人了 孝心之举就连当今皇帝听了以后也夸赞不已 在他看来十号与兰小姐打过交道 让对方去说这个亲事 兰小姐必然不好推辞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取兰彩和过门 到时候天书自然唾手可得 真可谓一箭双雕 十号再次来到兰府 他开门见山地说道 义先生也是我的恩人 他在小镇上也算是远近闻名了 他的才华和本事 乡亲们有目共睹 我受义先生之托 前来提亲 如果兰小姐和义先生 永结情境之好 也是咱们小镇的福气 兰小姐一听要提亲的人是义先生 便欢喜地笑道 原来是义先生 我对他很是敬佩呢 兰小姐父亲 想着自己女儿嫁给义先生 这样有本事的人 日后生活肯定无忧 当即就答应下来这门亲事 义先生得知十号带回来一个好消息 这可把他乐坏了 此时他已经迫切想因为想得到那本天书心切 于是就赶紧选了个吉日 想要尽快办成婚事 很快就到了婚礼当天 可是迎亲队伍都来到兰家大门口 兰彩和却不愿意上花轿 急得兰家上下一顿鸡飞狗跳 兰父催促道 女儿呀 赶快出去上花轿吧 再晚就耽误了好时辰 到时候让人家看了笑话 兰彩和皱着眉头解释道 爹 今天根本不是什么好日子 看来义先生并非真心娶我 兰彩和觉得此事有蹊跷 看来对方娶她是罪翁之意不再久 而是想要她手里的那本天书啊 在那个时候 一旦婚期定下来 女方是没办法悔婚的 于是兰彩和准备将计就计 想要看看对方想耍什么心机手段 大婚当天 兰彩和并没有穿上早已准备好的新娘礼服 而是穿上一身兽衣就上了花轿 他还向钟馗借了那把清风七星剑带在了身上 等花轿到了村头 易先生就命令家丁让新娘子下轿不行 其实这也是他的算计 因为他担心对方如此痛快地答应 嫁过来可能会耍花招 不过兰彩和也早有心理准备 他听话照做 抬手撩起轿子连走出轿子 哼 果然如此 站在不远处的易先生冷哼一声 他看到蓝彩和的一身打扮 新婚大喜之日竟然穿着兽衣 脸色变得无比阴沉 有人说你是八仙转世 你竟然不识抬聚 大喜之日居然穿着兽衣架过来 这是要坏我倒横吗 你到底居心何在 易先生断气地浑身哆嗦 从腰间抽出一个狼牙棒朝着桃花女猛追过去 他此刻只想一棒打死眼前这个女子 原来易先生也是一个大孝子 他的母亲的得了一种怪病 这些年一直卧床不起 连身边的亲人都不认识了 他虽有一身本事 但是也看不出母亲的病因在哪 于是只好将母亲关在一间房间里 生怕乡亲们知道了 他连自己母亲的病都治不好 毕竟他在村民们心中的形象 是一个降魔除灾 无所不能及的大失影响 若是被人知道自己母亲生了病躺在床上 说出去实在丢人 恐怕也会失去别人对他的信任 易先生想得到天书 其实有一些原因也是为了给母亲治病 只不过他急于求成 练功才会走火入魔 他一直都是以大失的形象示人 所以这一次迎娶蓝小姐 没人会怀疑他的用心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蓝彩盒的能力 当他看到蓝彩一身兽衣的着装打扮 就明白对方可能识破了他的用心 本来这也没什么大不了 为了得到天书 他一定会忍下去再想其他办法 只是蓝彩和一身兽衣实在是惹怒了他 对方这样的做法 难不成是在咒他母亲快点死不成 易先生的父亲当年狠心将他们母子抛弃 他是被母亲一个人辛苦拉扯大的 因此母亲就是他的软肋 刚嫁过来的媳妇如此挑衅他 让他气得浑身直哆嗦 便挥起大棒子朝着新娘子奔去 突然发生这样的一幕 让众人有些不知所措 本来今天要成亲的一对夫妻 为何刚见面就要大打出手呢 哼 来得正好 蓝彩和见对方飞身过来 眼里并无巨色 他转身从花窖里抽出清风七星宝剑 和对方站了起来 两个人站在一起互不相让 从地上站到天上 打了一百多个回合都没奋出胜负 就在这时候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位白胡子老者 脚踏祥云停在两人面前 右手朝着他们二人的方向轻轻一招 便把他们手中的兵器全部收入自己怀中 蓝彩和何易先生抬头一看 都认出这位老者是太上老君 于是赶紧拱手作医 请太上老君来主持公道 易先生抓住机会 他狡辩道 老君你说说看 哪有这样欺负人的 我上门去提亲 他答应嫁过来 可哪有新娘子穿兽衣出嫁的 这不是咒我母亲去世吗 此言差矣 我穿兽衣出嫁 乃是为婆婆添寿的 可我还未进门 你就对我大打出手 我看这门亲是解不成了 蓝彩和说道 不解也成 但是你得陪我一样东西 易先生说道 除了那本天书 你还想要什么 我陪你便是 不过你如此折腾我 也得陪我一样东西 蓝彩和反击道 原来你答应嫁过来 也是为了天书 易先生一脸吃惊的说道 太上老君总算看明白了 二人为何争执 原来双方互相算计 都是为了得到天书 这时候 太上老君手一挥 二人怀中的天书便飞了出来 随即三本书在空中燃起一团火焰 等火焰熄灭 空中出现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上善若水 水善力万物而不争 蓝彩和轻吟了一遍 然后惭愧地低下了头 所谓的天书 其实看的是心境 只要心中有善 万物皆灵 蓝彩和 恭喜你修成正果 太上老君微微一笑 挥手兼蓝彩和的头顶便升起无数霞光 整个人便飞到空中 天上云彩汇聚到脚下 老君 这不宫廷 我也给乡亲们做了很多事情 帮他们解疑答惑 为什么修成正果的不是我 易先生看到蓝彩和飞升成仙 愤愤不平地说道 你行善是唯利 不是出自本心 切记 勿以善小而不为 勿以恶小而为之 太上老君看着对方说道 不 我做这些是为了母亲 我是大孝子 成仙的应该是我 易先生说完 飞升而起 想抢夺蓝彩和头顶的三花 砰 太上老君手中的浮尘一挥 易易先生便说 摔倒在地 最善的人好像水一样 因为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 于是他乐于停留在大家所厌恶的悲下地方 所以最接近于道 这便是天书所记载的大道 太上老君说道 太上老君说道 老君的话音刚落 刚刚燃烧的三本书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只是每本书上各有一个字 连起来读就是道德经 徒儿 但你什么时候读懂这天书便能修成正果了 太上老君说完 带着蓝彩和飞上天去了 原来易先生的前世是太上老君八卦炉边上的一个童子 因老君炼丹是贪睡 被老君罚了以后 又偷吃仙丹 故此被扔下凡间历劫 易先生将道德经捧在手心 他朝九重天磕了一个头 口中说道 多谢师父 弟子明白了 三年后 易先生在母亲病危时 突然读懂了道德经 因此成功修成正果 本来他可以飞升九重天 不过他却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十号也想成为易先生那样的人 于是拜了对方为师 跟着对方专心研习道德经 只是他始终不明白一件事 于是他问道 先生 你为什么放弃做神仙 易先生笑道 谁告诉你 只有在天上的人才叫神仙 十号摸了摸脑袋 他不明白 白师父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 不过 等到他想明白的那一天 也许他也是一个快活的神仙了 明朝时期 苏州无县有一个打羹人叫常武 他年过半百 膝下没有子女 身体也多病 幸亏侄子在县里当差 脱关系 给他谋了一个打羹的差事 否则 他这样条件 在这个年头想吃顿饱饭都不容易 打羹人俗称巡夜人 一般两人搭档 一人手中拿锣 一人手中拿帮 他们边走边敲 堵堵光光 每天夜里要敲五次 每隔一个时辰敲一次 等敲第五次时就是五更天 这个时候家里公鸡也开始鸣叫 很多赶早烫的就要起床洗漱 常武做了更夫以后 生活习惯就和旁人不同 他是昼夜颠倒 别人起床干活 他吃完早饭就得睡一觉 然后睡到晌午起来做个饭 吃完接着睡到傍晚 有人说更夫夜间寻街报时 经常会壮见痴妹 长此以往 这些人身体亏损 最后寿命都不长 在常武之前的两个打羹人 一个叫马葵 一个叫猴虎 两个人都是身强力壮的中年汉子 只不过前不久 一天夜里发生了一件怪事 鸣罗道三更天后就没了声音 等到大家醒来时 外头已经日晒三竿了 时辰报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耽误了那些做生意的贩子 一些人少不了要抱怨几句 就在大家吵吵时 卖猪肉的胡屠夫突然惊呼 来人啊 出人命了 众人听到声音 急忙围拢了过来 只见猪肉摊子上有两具尸体 看衣着打扮 正是打羹的马葵和猴舞 长坤小时候学过武艺 长大后在县衙里做了不快 至今已有七个年头 他听到这种怪案子 急忙带着牙翼赶了过来 猪肉摊子上两个人面目全非 从身形和衣服打扮来看 有人断定死者确实是马葵和猴虎 长坤便通知两人的亲属来辨认 经过仔细核对以后 两家人哭得撕心裂肺 长坤打听了一圈 有人当天夜里失眠 说明罗到了三更 就没想过了 早晨很多人起晚了 也证实了这一点 两人确实应该是害时到子时遇害 出了这种事情以后 没人敢站出来 寻夜了 张献令为此有些着急 不过他没有办法倒也好办 把长坤叫来后 这锅顺手就甩了出去 若是找不出来人 便拿他试问 长坤左思又想 突然灵机一动到 有了 五叔在家里整天喝酒 到现在没娶媳妇 找他肯定可以 想到这些 他特意去酒楼买了一壶好酒 到了长武家门口 就高声喊道 五叔 我来看你了 长武见里面没人答应 他摇了摇头 随即走进屋里 发现对方果然在呼呼大睡 旁边的酒坛子散落满地都是 五叔 快醒醒 长坤走过去 喊了几声都没有叫醒 他见对方翻了一个身 便猜到是装睡 于是笑道 哎呀 真是可惜了 这一谈好酒 我回去自个儿喝吧 装睡的长武一听这话 急忙翻身爬起来喊道 你这臭小子 酒拿过来 岂有拿回去的道理 长武拿来一个碗 给对方倒上后说道 五叔 我托关系在县里 给你谋了一份好差事 今天就去上任 我不去 长武脑袋摇得像波浪鼓似的 没等对方说完就拒绝了 五叔 你不想听听什么差事 长坤问道 你每次提酒来找我 准没好事 上次就是我这条腿 我可不想下次变成了脖子上的脑袋 长武拍着自己那天脖腿 自嘲的一笑 长坤听五叔提起那件往事 眼里闪过一抹内疚之色 他起身拍了拍袖子 叹气道 五叔 当年那件事是者对不住您 今天这谈酒 是我孝敬您的 别无他求 长坤说完 起身走到门口时 却听见身后的五叔喊道 打耕可以 不过搭档的我来选 长坤听见对方叫住自己 便觉得有戏 可是等对方说完 他愁眉苦脸地说道 五叔 您选谁不好 偏偏叫这个王寡妇 自古哪有女人打耕的道理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他若是不答应 这件事就免谈 长坤仿佛铁了心 想请他去做庚夫 就必须得找王寡妇 给他搭档 长坤看着侄子离开以后 他猛喝一口酒 随即哼唱道 我吸尽世道奉饮 出兵整肃不可当 长坤听到身后传来的声音 脚步突然一顿 眼里闪烁着泪光 自古以来 庚夫都是高危职业 因此都是年轻力壮的汉子 还没有女人的先例 长坤本以为王寡妇会拒绝 不过对方听说搭档是长武时 竟然想也没想就答应了 这倒是让他有些意外 看来武叔的魅力不小呢 连王寡妇这种女人也拿得下 长坤将这件事办妥后 高兴地嘀咕了一声 便赶着回去赴命了 长武得知王寡妇同意跟自己搭档 急忙收拾了一下行头 就等着天黑就上任了 天黑之前 牙翼送来了马卦和铜锣 长武便提着灯笼去找王寡妇了 哥平时 他可不敢这样大摇大摆地走过去 现在却不一样 街上人少了不说 就算被人看见 他也可以义正言辞地回他们一句 我们是搭档 长武敲了几下门 王寡妇就走了出来 可能是第一天上任 他还特意挑了一件喜庆的衣服 身上涂了香粉 两边脸蛋也是红扑扑的 长武想伸手去摸一下 却被对方伸手打开 娇称地说了一句 死鬼 你干嘛要选我来做这股差事 嘿嘿 有钱赚 夜里还不用爬窗户 这活适合咱 长武乐呵呵地笑着 可是你没听见他们说什么吗 这街上到了夜里不太平 你说我们会不会 王寡妇有些担忧地说道 有我在呢 阎王也要给三分面子 那些小鬼可不敢猖狂 长武拍了拍胸口 非常自傲地说道 王寡妇看了几眼对方 很快就撞起胆来 刚要锁门时 又想起什么 便随口问道 老武 你晚上吃了没有 我这里有两个馒头 长武大概是听差了 嘿嘿一笑道 没吃呢 我就爱你的馒头了 那好 我给你带着 你夜里饿了再吃 王寡妇进屋里 将白天剩下的两个馒头 递给了对方 长武接过馒头愣了半天 他苦笑一声道 早知道是这两个冷冰冰的馒头 我就不吃了 王寡妇这才反应过来 红着脸骂了一句 不吃拉倒 以后馒头都不给你吃了 时间一晃就到了虚时 两人有说有笑地走在街上 长武举起铜锣 王寡妇拿着帮用力一敲 只听见咚的一声 天干雾燥 小心火烛 长武扯着嗓门喊道 明罗的声音一慢一快 接连打了三次 这一更天便结束了 一更石打完以后 两个人就会去桥楼休息片刻 然后等到二更天再出去寻夜 也许是第一天上任的缘故 两人的心情都激动 这一更天结束后 他们都没有睡着 直到二更天结束 两人才开始有了一丝倦意 长武让对方赶紧去睡 自己守着滴漏就可以 这种滴漏就是盛水计时器具 把一昼夜分一百份 每份为一刻 到了更点时 他们就要打耕寻夜 王寡妇躺下以后 没一会就睡着了 长武则坐在滴漏面前 想着过去发生的事情 不知不觉就陷入了回忆中 当年他是皇帝身边的侍卫 被朝廷任命征西大将军 一路征战沙场 势不可挡 就在决战前夕 哲长坤找到他说道 武叔 村里来了一帮土匪 他们见人就杀 见东西就抢 连女人和小孩都不放过 长武听到这个消息后 顿时怒不可遏 他想带大军去剿匪 却遭到副将杜丰和军师斗劫的强烈反对 眼下大战在即 长武身为主帅 岂能擅自改变大军作战计划呢 不过无限是生他养他的地方 哪里的父老乡亲都是他的亲人 他如何能眼睁睁地看着乡亲们被土匪杀害呢 一番思量之后 他将兵权交给了副将和军师 自己脱下盔甲和侄子返回无限去抵抗土匪 长武骁勇善战 回到无限带领乡亲们抵抗土匪 那些土匪很快就被杀得丢盔弃甲 他们边打边退 还抓住了乡亲们做人质 威胁长武等人不准靠近 长武当即命令所有人原地待命 他放下武器和那些土匪交谈 只要对方放了无辜百姓 保证放他们一条生路 土匪们放了百姓以后 却留下一个姿色不错的女人 对方正是王寡妇 原来是土匪首领看中了他 想抓他回去做压债夫人 就我 王寡妇眼神期盼地看着众人 他希望大家能救救他 他宁可一死 也不愿被这些土匪带走 可是劫后余生的那些人 逃命尚且不及 哪里顾得上一个女人呢 眼睁睁看着王寡妇被土匪带走 长武想策马追上去 可是身边那些人却劝道 大将军 他不过是个死了男人的寡妇 还是不要以身犯险 胡说 寡妇又如何 只要是我大明的百姓 我就不能让土匪把他带走 长武说完 独自骑马追上 那些土匪剑只有一人追上来 于是双方一阵厮杀 那一战 长武杀得昏天暗地 日月无光 最终将王寡妇给救了下来 就在长武带着对方想回城时 那装死的土匪首领 却掏出弓弩 射出一支毒箭 偷袭射中了长武的右腿 长武忍着剧痛追过去 剩下的几个土匪仓皇而逃 等长坤带人赶到时 长武已经昏迷过去 醒来时 长武的一条腿虽然保住了 但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 剑步如飞 走起路来 一瘸一拐 大军与敌人的最后决战 也成功告捷 就在所有人都接受封赏时 长武却因善离职守被副帅杜锋弹劾 最终等来一个罢官的圣旨 不过长武是为了救无限百姓 才断送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他是无限的英雄 就算朝廷没有封赏 他也应该受到无限的礼贷 可事实并非这样 当张宪令得知长武被皇帝罢官 却是没有任何安排 就连当初在土匪手中侥幸活命的那些人 也在背后嘲笑长武是个瘸子将军 长武做将军时 那些人纷纷想把女儿嫁给他 可如今递之不及 谁也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毫无前途的瘸子 唯独一人 从来没有嫌弃过长武 这人就是长武拼死一搏救下来的王寡妇 在他的心里 长武虽然是个瘸子 但也是他心中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这些年 长武怕连累对方 两人相会都是在晚上 等到夜间两更天 他爬窗户进到王寡妇家里 然后等到四更天再爬窗户回去 现在他们成了搭档 夜里在一起时再也不用偷偷摸摸 长武看着熟睡的王寡妇 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知足了 就在这时 桥楼外面传来一点动静 长武急忙跑出去一看 发现一个乞丐躺在墙角那里 缩着身子在呼呼大睡 哎 都怪这世道啊 长武叹了一口气 从怀里掏出两个馒头 放在乞丐的碗里 然后转身回桥楼 大将军 到了三更天 千万别敲锣 乞丐突然睁开眼睛 看着长武的背影喊了一声 长武脚步一顿 等他回头看时 那乞丐已经拿着两个馒头走远了 他眯着眼睛看了一会 觉得这乞丐的声音有些耳熟 却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快醒醒 三更天了 时间过得很快 长武叫醒了王寡妇 两人准备好寻夜了 走在清冷的大街上 王寡妇拿起帮头要敲锣时 却见旁边的长武低声说道 几晚的三更天 我们不敲锣 跟我来 王寡妇有些疑惑 三更天到了时辰 为何不敲锣呢 既然不敲锣 他们带着铜锣巡叶又是为什么 长武没有理会 带着对方来到陈园外大门外 找了一处墙角蹲守着 过了一会 陈府大门打开 几个身穿夜行衣的人 从里面窜了出来 他们手里拿着刀 气势汹汹地朝一个地方跑去 不好 这些人是冲着县衙去的 长武看着这些黑衣人的行踪 预感到了一丝不妙 王寡妇看得心脏扑通直跳 这些黑衣人到底要做什么 如果他们刚刚敲响铜锣 这些黑衣人岂不是要对他们动手 想到这些 他吓得一身冷汗 我拿着铜锣去引开他们 你快去找长坤 长武吩咐完 从对方手里拿过帮头 另一手拿着铜锣 身形一下窜了出去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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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石五更 早睡早起 长武在陈府大门口敲着铜锣 高声喊道 没一会儿 陈府大门被打开 管家呵斥道 现在才三更天 你乱敲什么 长武看了一眼灯火通明的陈府 善笑道 第一天上任 见谅 见谅 就在长武转身时 那管家却在背后偷袭 不过长武早有准备 就是在地上一滚 便躲了过去 不愧是大将军 果真是好身手 管家冷笑一声 话音刚落 从府里冲出一帮杀手 迅速将长武围住了 我认出你了 你是当年那土匪首领 长武看着对面管家 眼里吃惊道 大将军好眼力 眼下你就要成为死人了 告诉你 又何妨 我正是当年洗劫无限的那帮人 管家冷笑道 这些人根本不是土匪 他们究竟是谁 长武见周围这些人训练有素摆着阵法 显然不是土匪之流 哈哈哈哈 他们当然不是土匪 而是我训练出来的杀手 这时一个中年男子从府里走了出来 杜丰 果然是你 长武看到对方时 眼里恍然大悟 显然他已经猜到了这种结果 大将军 一别数年 别来无恙啊 杜丰得意地笑道 我早该想到是你 如果我所料不错 当年那些土匪也是你安排的 长武冷眼看着对方 没错 当年大战在即 若是不把你引开 他们就会全军覆没 到时候没有仗可打 哪里还有我们这些人的用武之地 杜丰冷哼道 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理所当然 原来当年敌人侵犯 朝廷派遣大军抵御 常家军一路势不可挡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将敌人消灭干净 可是这个时候 杜丰却提出不同的意见 一旦他们彻底消灭敌人 他们这些手握大权的将士 必将遭到朝廷猜忌 到时候就会难以避免狡兔死 走狗烹的结局 常武却认为 这些年大明惨遭战乱 百姓民不聊生 只有消灭这些敌人 才能真正换来天下太平 比时常武是主帅 而杜丰是主帅 两人的意见不合 于是杜丰和军师斗劫商量 他们让手下假扮土匪来攻占无限 以此来引走常武 常武收到消息后 担心无限乡亲们的安危 果然中了他们的阴谋诡计 其实常武当初之所以离开 是因为最后的决战 已经胜券在握 他不能放任无限百姓的生死不顾 哼 你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 竟不惜一生这些无辜百姓的性命 可耻至极 常武怒斥道 我在沙场浴血奋战 保护了大明江山二十多年 这些人的贱命又算得了什么 杜丰不屑地冷笑一声 你现在如愿以偿当了大将军 又想做什么 常武之问道 大将军之位是我应得的 就算是皇帝的位子 也应该是能者居之 我有何做不得 哈哈 杜丰疯狂大笑着 你这小人 竟有如此狼子野心 就不怕千方算计一场空 最后弄得身败名裂吗 常武看着对方呵斥道 只要杀了你们 就凭朝中那些酒囊饭袋 又如何是我的对手 等到此时一过 整个无限就是我的地盘 到时候我们理应外合 一举北上攻破京城 挡我折死 杜丰阴冷地一笑 随即大手一挥 那些训练有素的杀手围拢上来 你以为这一切真的在你算计之中吗 常武看着对方 嘴角上扬道 你什么意思 杜丰最熟悉这种笑容了 以前在战场上 每次敌人中计时 常武的嘴角都会露出这样的笑容 看看后面就知道了 常武指着对方身后说道 杀 杜丰回头一看 只见常坤带着县衙的差役 和一帮百姓冲杀过来 可恶 你都算计好了 杜丰此时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一切都在对方的算计之中 天作孽有可活 人作孽不可活 这都是你 就由自取的结果 谁也就不了你 常武大声喊道 随即和那些杀手站在一起 这一战 虽然死伤了很多人 不过杜丰等人都被尽数抓住 他们企图造反的阴谋 也被扼杀在摇篮之中 常武这一次不仅救了全城百姓 还为朝廷立下大功 张献令特意摆了庆功宴 将这件事的真相公之于众 原来当初常武被朝廷罢官后 他已经看出这背后是一场阴谋 当张献令想给他向朝廷名不平时 他主动放弃了 那杜丰曾是他的手下 以他的了解 对方必然当上大将军 必然不会满足 如果这些年 他不假装自暴自弃 对方肯定要害他性命 在前一天晚上 常武和往常一样 二更天去王寡妇那里 却不想目睹了马魁和猴虎被人杀害 于是他一路跟踪到了陈府 那陈府这些年一直大门紧闭 经常有陌生人进出 在街上巡逻的常昆早就有所察觉 经过仔细探查 终于发现了一些外遗人的踪迹 马魁和猴虎遇害后 张献令知道这件事非同一般 便让常昆去找常武商量 随后两人将计就计 常武借助打羹人的身份吸引注意 张献令和常昆则赶紧组织兵力 只要听到王寡妇传来消息 就可以将杜风等人一网打尽 就在众人吃庆功宴的时候 外面传来一句熟悉的声音 圣旨道 太监念完圣旨后 看向常武恭贺道 恭喜大将军 哦 现在应该是恭喜常侯业了 原来朝廷知道常武等人剿灭叛军后 很快就传来了论功行赏的圣旨 张献令被调任去做了苏州之府 常昆也被调去京城 做了御前四品带刀侍卫 而常武则被封侯 虽然没有大将军有实权 但是这辈子也衣食无忧了 更何况王寡妇也被封为告命夫人 皇帝还亲自给二人赐婚 就在众人一脸欢喜时 常武却看见一个乞丐的身影 在人群中转身离去 他急忙喊道 窦军师请留步 那乞丐的脚步突然一顿 他缓缓转过身看着说话的常武 只见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一脸悔恨的说道 大将军对不起 常武看到固有 摇头苦笑道 往事就让他都过去吧 人非圣贤 熟能无过呢 原来乞丐正是当年的军师斗杰 当初他知情不报 纵容杜丰胡作非为 后来 杜丰为高权重有了造反的念头 他身为军师想 极力劝阻 却不想 对方要杀他灭口 他千方百计逃出来以后 来到这无限 就是想通风报信 试图阻止杜丰的阴谋 那天他看到常武和王寡妇打耕结束进了桥楼 便悄悄跟在了后面 常武给他两个馒头后 他一时哽咽难言 便用以前打仗时的暗语提醒对方 这帮人在三更天会有所行动 常武看着乞丐觉得很是熟悉 后来仔细一想 便猜到了对方的身份 于是他带着王寡妇去查探虚实 果然在臣府发现了这帮人的阴谋 他让王寡妇去通知常昆 自己则出面引起这些人的注意 好为自己人拖延时间 没想到对方果真重击了 这件事以后 常武和王寡妇被皇帝赐婚 便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他们再也不用顾及旁人的眼光 大白天也可以享受那些没羞没骚的生活了